Di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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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唐克老师 剛才我們所播放的影片 是這一個月即將上演的 Emoji Movie 大家有注意到吗 其实里面的角色都是以3D模式来呈现的 那么今天如果要用这个 来画出这个3D的感觉是怎么做到呢 答案就是Egradient 建成 好 首先呢 大家会看到这一副 我画好的这个Emoji的角色 所以相信我这一次呢 我会教大家怎么做它的Gradient 提议的呢 我会等一下 待会会再播放给大家看 好 现在呢 我们先选择这个圆形工具 我们画一个圆圈 OK了 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去这一个Gradient这边 看出来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颜色 就是Orange Yellow 选了这个过后 我们再到回这个Renia这边 我们改成Radio 改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一个尾端的颜色拿掉 不是按针拉掉就可以了 按针拉掉 可以剩下这一个颜色就好 好 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个圆形呢 它的那个 呃那个 升到前呢 是会从中间开始哦 所以现在呢 我要做的跟这一个角色的脸的那一个 升前的那一个角度要一样 可以怎么做到呢 我们就去 回一个工具 我们把它移好哦 然后我们去这一个Gradient Tool 选择它 然后你会看见这一个 这一个呃 Gradient的那一个 那个Bar在这边 颜色盘在这里哦 然后我们就把它移上来一点 这样子 OK好 然后呢 我们就要做一个东西就是 嗯 你没看到它这个角落这里哦 我们需要 呃 做到好像它一样 就是 其实你呃 你们如果有发现 其实一个圆形 一个 一个立体的圆形哦 它们所发射出来的深浅度呢 它这边最深而不是最边的 而是在这个角落而已 这一个部分而已 所以呢 我现在要把它做到这样的效果 就要 选回这个Gradient Tool 然后我先把这一个 颜色拉过来一点 OK 然后呢 我会把这边 我会加一个黄色 在这里 OK 这边加一个格 一下 然后我会把它移去最尾 OK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这个黄呢 会太太浅了 OK 然后我就会把它 我就会把它调 调深一点点 Double Click这里 这个颜色 然后把它调深一点点 OK 好了 之后呢 我再会把它再调大一点 在这边你拉 拉再拉长一点 OK 好了 然后呢 你会发觉 这个颜色 这个Gradient的角度呢 会跟我所画的 这一个角色呢 是很接近的 OK 如果觉得还不理想的话 你再移移这个 这一个圆圈哦 你再调大一点 OK 我再移上一点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很接近了 OK 好了之后 你可以再调大它 嗯 看到了啦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这个点 我需要拿掉 因为其实它是没有的哦 它没有降浅 这一个部分 所以我会把 这一个中间点 这个颜色呢 我会把它拿掉 或者是 或者是 我会 我把这个点呢 我把它调橙色一点 要这么黄 给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